各位車友好我是Lobo 有好消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PYCR房 已經全部被蛇仔盡佔了一人一步 最後一個出車的就是Jo 他之前在走死光叉4 他仍然有買23版本 不過他那部車不夠我砌得快 我砌了一部蛇仔讓他落地試了 他仍然會砌完那部Xray 完成之後也會試車 看看他試車的情況如何 我現在就想分享一下 我試最後一部蛇仔和Jo 有什麼過程是怎樣去做 有幾個步驟的 如果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比較喜歡用先試原裝設定 但是什麼叫原裝設定呢 我的原裝設定都有點不原裝 比如搖臂是可以用零度 或者是Toe-in Toe-out 車頭會是Toe-out 車尾就是有Toe-in的搖臂 它也有一個偏心輪 可以讓你放高放低 我通常組裝車頭的搖臂 是會組裝Toe-out 車尾的搖臂是會組裝Toe-in 為什麼我會這樣做呢 是因為我希望這部車能夠短一點 最主要是 其實它不是變得很多東西 因為都是只有1度 但是它的好處是這樣做了之後 車會短一點 接著呢 第二樣東西 我就是會把偏心輪 即是頭直濕和尾差速的偏心輪 我Bearling是會向上放的 Bearling是放在上面的 我不會放在下面的 又是個目的 是為了車的指向性高一點 車會靈活一點 另外呢 第一樣東西就是 頭Roebar 原裝是1.4 尾1.2 但是我組裝 我通常把頭尾調轉 我就比較喜歡 頭1.2 尾1.4的Roebar 如果大家可以 即是會有機會 買Option性 其實也可以買多一條 1.4的Roebar 即是頭尾都用1.4 都OK的 不是都OK 是最好 比起1.2 擺車頭更加好 車會更加有力 在彎上 如果1.2的話 車收油好像是轉彎一點的感覺 但是呢 它就不太夠力 扭車轉身 進彎 可以說是 笨一點 反應慢一點 彎心轉的 但是1.4 你整個車 整個車頭會抽到 入彎 就是這樣 然後呢 還有一件事 就是 車頭 原本跟車原裝 就是那個 慢向節最開 接觸著 那個 頭直軸 那部分 是走光 的 如果你買車的時候 沒有買 那個馬蹄膠 那 要 頭尾調轉 對 所以 買車的時候 我建議有幾樣東西 你一定要買的 就是 首先買馬蹄膠 因為頭尾都用馬蹄膠 我覺得是比較好用的 好過用啤嶺 啤嶺 啤嶺 Stock OK 但Modify 就有機會 爆啤嶺 有機會 因為 啤嶺太硬 會令到 慢向四方裏面 如果 整個車就知道 慢向四方裏面 如果 玩Modify 一 鋤車 鋤車多 有機會 爆的 多數是鋤車的 鋤車的時候爆的 之後 還有 1.4個鋤車 可以買 另外 還有 一樣 選擇 就是 二樓版 因為 原裝 是一塊 而 配多一個 這個選擇是兩截式的二樓板 即是前後二樓板 應該副廠都可以選擇 但是如果配了二樓板之後 要配多兩顆二樓板的專用螺絲 兩顆而已 在中間埋波箱的位置 我建議不要用蛇仔 蛇仔那顆就會鎖死二樓 要撿薄些二樓才會純的 快二樓板一定要純 最重要是純 買迪士尼 Destiny 那顆二樓板螺絲 那顆專用螺絲 會純順的 令快二樓板不會絕 那好了 原裝車組裝了 尾 在外面 它有三個不同出入的洞 給你選擇 原裝設定就是最短的那個 我通常組裝中間那個 最短的那個是會走得快的 車的圈速會快的 但是有時候地面不夠迫 或者車輪不夠繩子的時候 它是比較容易令到 車尾有些不安穩的感覺 會有時候會走多了一下 脫脫的 會比較容易脫味 所以通常走到中間洞 就比較穩陣 大家如果覺得 車不夠轉彎 也可以試一下最 最短的那個尾盒 我通常走到中間的 中間就最穩陣了 那開邊就要很Low Traction 才有機會用的 即是你需要到尾盒 車尾很穩定 你可以試一下外面的那個洞 那 Stage 1 就差不多了 在Step 1就差不多了 然後呢 然後呢 你通常試了車 拿了手錦 原裝彈弓 應該都OK 挺好跑的 車應該都幾易控制 各個場都是一個很好的起步點 除非這個場太不咬了 太不咬了 你動了我說那幾樣東西 應該都好巧跑到的 然後呢 你試了車之後呢 就開始 我的Step 2 就會開始試爛弓 那我自己呢 就建議 245275 Yukomo 車頭 2.7 車尾 那這個配搭 是我上一次比賽 會用的配搭 那我覺得呢 在一些中間 弄的場地 是OK的 即是不是 極 High Traction 或者極Low Traction 我覺得 普遍在PYC 任何時候 都幾中性 幾好跑 又容易跑得快的 那我感覺是 入彎就會很順 出彎 開油 也是很穩定的 好 接著呢 就去到Step 3 Step 3 Step 3 就是 開始可以改二樓板 即是試好彈弓之後 試好彈弓之後 每個人都有點不同 但我給你們一個 試好彈弓之後 差不多可以 你可以換一塊二樓板試一試 就可以換前後二樓板 兩塊二樓板的好處 就是會令到車 轉起來彎的彎 會順一點 反應可能沒那麼快 但是整個圈 是會順滑一點 我都幾喜歡用 但是 有些師兄試 就某些時間 譬如你車 可能會突然間 尾巴會有點不安穩 轉得太多 你可以換一塊二樓 你自己試 二樓板現在很多副廠 很多不同形狀 日後 我們應該再出產品的時候 會再 告訴大家 二樓有什麼不同形狀 會有什麼不同的分別走出來 Step 4 還是針對著 你覺得車夠不夠轉 如果車已經夠轉 就基本上 就不用去到Step 4 Step 4 就是把車頭 的頭 CAMBERLINK 的外邊 就是近輪的那邊 升高它 涉戒指 涉到CAMBERLINK會有點斜 原裝就沒有加戒指 你可以自己加 加多少呢 就由2M起步 我建議 因為你加2M 你會覺得 車的轉向反應 實在很多 車會感覺到 轉彎了 最多最多 可以加到5Mm 但是去到4Mm左右 再加上5Mm 可能會有少少反效果 所以都不建議大家加太多 它可以加到5Mm 可以加到5Mm的意思 是它還沒有HIGHLINK 有時候又不是越高越好 可能高到我自己走 通常3Mm左右 即2M半 3M 3M 3M半 有時候看情況都會作出這個微調 如果升得高 例如去到3M半 4M 車會大備轉彎 如果大家覺得 好夠轉 反應太快 可以降低一點 降低至2M 甚至無限 走回原裝那個 其實都OK 只是不夠轉 那時候大家可以升高 最後一樣 去到5M 5M 5M 試完這麼多東西 你的車子覺得它OK 夠轉 或者如果太過轉 你就可以向前方 即是向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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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越整的東西 都是偏向車子越快 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試 二樓板 和馬達 那些螺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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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沒有什麼推薦 因為都 幾個人化的 主要影響車的節奏 不是太過分別到 車會極度推頭 或者極度脫微 可以找這些螺絲去幫你 只是有少少微調 譬如你的車出彎 有少少輕輕不穩定 或者入彎不穩定 那些二樓板螺絲 或者是底板 摩打座的螺絲 就可以幫到下手 概念大約就是 你的二樓板前方 越硬 它就越好反應 越少彎深 車尾越硬 它就越不轉彎 踩油越穩定 大概那個概念是這樣 你自己可以微調 慢慢加加減減 螺絲位 去適合自己 但基本上 我自己又覺得 你差不多試到 適合了底板螺絲 你幾乎一輩子都不太動 可能只是鬆鬆拆開一口螺絲 減少會加加減減 前前後後後 之類的 這個留意 基本上 它只是搞這一螺絲 這輛車已經是 因為你搞了這麼多個步驟 這個是最後一個步驟 所以搞到這一部分 就其實已經是 差不多 這輛車應該都 進入你 適合你的設定 綜合了我自己 玩這輛車這麼久的經驗 這幾個步驟 如果你可以 循序前進 一輛車 你就會覺得 越來越好玩 越來越好跑 越來越好駕駛 我自己是這樣做 我又不會規定 一定要這樣做 才能跑到 各司各法 你可以參考一下我的方法 或者你可以 用一下自己的方法 亦都可以調到 這輛車好跑 但是總之 我就覺得 我試這麼多輛車 在馬騎入面 我覺得 蛇仔是暫時 最好跑 最靈巧的一輛車 在彎道是快的 這輛車是 怎麼說呢 它的轉向很準 而且 車很靈活 車尾其實很肯動 是受控的 跟其他車的性格 有點不同 所以 我喜歡 玩 蛇仔 就是這樣 好 今集 到這裏 後面 有些什麼 再進展 再跟大家分享 好 OK 綿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